我若是想做皇后,哪里还轮得到姐姐,明明是我让你。 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公粉黛无颜色,这句话放在赵和德身上最合适不过了。 赵飞燕与赵和德是历史上有名的红颜祸水,赵飞燕舞异一绝,尤其擅长跳长上舞,长相更是倾国倾城。 妹妹赵和德虽不如姐姐漂亮,却风情万种,比姐姐多了一丝舞媚风骚,所以也更得汉成帝的喜爱。 汉成帝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个顶级的豪华浴缸,那么赵和德究竟是靠什么本事迷惑皇上的呢? 赵氏姐妹从小就身世凄惨,他们的父亲是一名月宫,在一户人家打工的时候,与其主母私通,这才剩下了两姐妹,因为是私生女,所以他们的父母并不想养育二人,就把他们丢到野外自生自灭去了。 谁常想,三天不吃不喝,二人竟然还好好的活着,为此,父母又把他们抱回去抚养了。 姐妹二人跟着父亲学习歌舞音律,父亲去世之后,他们就流落到了长安,靠卖刺绣过日子,后来兜兜转转的成为了杨娥公主府中的舞女。 杨娥公主府中常有达官贵人到访,这个时候姐妹二人就会出来献议。 有一次,汉成帝来到了公主府中,一眼相中了台上跳舞的赵飞燕,就把她带回了宫中。 此时赵和德还留在公主府中,不过她并不着急,似乎是认定自己有成为妃子的那一天。 赵飞燕入宫后,很快就获得了汉成帝的宠爱,成帝几乎夜夜留宿。 趁着这个机会,赵飞燕向成帝介绍了自己的妹妹赵和德,并说,和德的风采,连她自己都比不过。 汉成帝听后很是心动,立刻把赵和德也召进了宫中,和姐姐一起被封为了劫鱼。 姐妹二人一时间宠冠六宫,其他妃子都成了摆设,甚至赵和德进宫以后,就连姐姐的宠爱都被夺走了。 如果陛下一次吃下食客,不就可以给臣妾十倍的快乐吗? 汉成帝甘愿醉死在她的温柔乡,赵和德究竟多有风情呢? 赵飞燕身轻如燕,苗条纤细,可赵和德不一样,对比起姐姐,她多了一次丰满,看起来更具风情,正好戳中了汉成帝的心。 而且,赵和德床地功夫了得,汉成帝只和她同房了一次,便欲罢不能了。 赵和德对男人的心思琢磨得非常透彻,最擅长的就是欲擒故纵,她故意不让汉成帝看她洗澡,为的就是勾起汉成帝的好奇心。 结果汉成帝真的买通了侍女,偷偷去看赵和德,这当然在赵和德的计划之内。 所以,她故意露出最妩媚的姿态,勾引汉成帝,为了和爱妃共服巫山,汉成帝还特意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,并在其中用蓝田玉镶嵌了一个大玉缸,甚至用白玉黄金等制作了一张大的合环床,此后二人日日在此嬉戏,一刻也不曾停歇。 如果说赵飞样在汉成帝面前还有点自已的主张的话,那么赵和德则是满足了汉成帝的大男子心理,他在汉成帝面前表现得十分柔弱,为的就是激起汉成帝的保护欲。 就这样,姐妹二人联合把持着后宫,甚至还让皇帝废了许额的皇后之位,改立赵飞样为皇后,并且立赵和德为朝仪。 为了保持美貌和身材,姐妹二人还用了一种叫做吸鸡丸的药品,当初安宁容炼冰夕舞的时候,用的也是同款药丸,这种药丸虽只有小小一粒,但只要把它放在肚脐处,自行其收,便能使肌肤白如血,滑如水,甚至还能散发出异香,只是这种药材有一个副作用,那就是会破坏母体的生育能力。 这也是二人备受宠爱却没有生育的原因。 一把汉成帝杀死自己的孩子,力压赵飞样成为后宫毒宠,魅骨贴成的赵和德究竟有多很亲,赵氏姐妹没有孩子,也不允许后宫其他人生下孩子。 赵和德仗着自己的宠爱,毒害后宫其他嫔妃的子嗣,生生让汉成帝绝了后,甚至他还让汉成帝杀死了自己的亲骨肉。 当时有一位曹姓宫女,得到了汉成帝的宠爱,不久之后就生下了一名男婴,几天后,曹氏收到了一个药匣子,里面装着一颗毒药,曹氏知道自己是活不了了,他只希望儿子可以平安长大。 可惜,曹氏死后,他的儿子也不知所踪了,之后又有美人生下了孩子,这次他偷偷将孩子放在匣子里,藏在了皇帝的寝宫门口,希望汉成帝看到孩子后,能勾起他的父爱救孩子一命。 结果,赵和德发现孩子以后,发了好大的一通脾气,汉成帝为了安抚他,竟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。 即使是这样,汉成帝也不忍责怪赵和德,甚至比之前更宠爱他。 汉成帝与赵和德夜夜深歌,荒废了朝政,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汉成帝的身体迅速亏空,后来更是到了吃补药才能行婚爱之事的地步。 公元前七年,汉成帝驾崩,这一年他才46岁,正值壮年,无病无灾,为何突然暴毙呢? 这件事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,朝中大臣不满赵氏姐妹已久,皇帝的驾崩仿佛成了导火索,丞相命人调查皇帝的死因。 不查还好,一查,他的那些荒唐事就都被捅出来了,原来汉成帝是因为不要吃太多,中毒太深,导致身体亏空,这才中风而亡。 一时间,赵和德被群起而攻,大臣们一定要找他要个说法,赵和德承受不住压力,自尽而亡,这才平息了大臣们的怒火。 赵氏姐妹在宫中这十几年,只是为了改变原本的命运,可惜他用错了方式,更不该拿别人的性命当自己往上爬在垫脚时,尤其是尚在墙堡中的婴儿,针对赵氏姐妹做的这些事,叫他们红颜祸水也没有问题了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咱们下期再见啦。